担心房市过热 原来江湖关于现代令的传闻 都是真的 现在证实央行这几天 陆续找来34家银行喝咖啡 要求从严核贷 我们就说最直接的冲击就是 房贷你在等更久才核得下来 等大的时间你要付出多少成本 还有如果你背到了这个房贷 调高利率2%变3% 你扛不扛得起 今天一开始 我们请旺者带我们来看到 会不会现代令还没有让过热的房市降温 先害惨的这些首购族呢 最近我身旁很多朋友问我说 旺者我现在到底能不能买房子 因为怕被现代令所影响 他们现在也在观望当中 那现在问题回来了 现在这个现代令坦白讲 央行现在已经证实了 已经找了34家的银行高层 怎么样 聊一下 说你们这个9月份 要提出一个不动产放款的控管计划 这个计划大家就说 那你之前是不是讲说 这计划到底真的假的吗 这是看起来 央行是完真的 因为这个换句话说 叫做银行称为叫做 房贷的降温计划 为什么我刚刚说是完真的 因为你9月提完计划之后 你还要怎么样 再去跟这个杨金龙再喝一次咖啡 他要了解你的计划内容 到底可不可行 所以这是大家看起来 好像不是打假球的概念 那看起来 为什么要这样做 坦白讲就是要怎么样 希望说这个信用的资源 不要都在房地产 或者不动产身上 他们希望能够放宽 放宽下去 因为像看起来 如果现代令紧缩之下的话 很多手购族会受到一些影响 因为这个消息也不是空穴来风 其实早在 就是前两天 路透社连外媒都已经关注到这消息 使他讯息有点错误 因为他那时候还说20家 那现在央行出来证实了 没有20家 是34家 所以你就看出来 央行这一把真的是完真的 那大家看八月底 其实我们看银行的不动产的贷款 占了总放款比例 已经来到了37.4 这个37.4 是24年来的次高 你就知道现在放款的比例有多高 真的不动产的放款比例有多高 那现在大家都说 水位他希望能够限制水位 因为水库满了 希望大家能够限制水位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我刚回到说 我很多朋友在问说 我现在如果经常买房子 会不会受到现代令的影响 所以大家就会担心 那现在看起来 可能会寄出几项方式 第一个 房贷利率它拉到到3% 不要小看这3% 这3%利率 我跟你讲 很多人可能就感受到 非常大的压力 那如果这么大压力之下的话 大家买房子的意愿 会不会就受到一些限制了 这个是值得观察的地方 关于这一题 攸关大家的荷包 我们的好朋友旭兰 房产专家来到这地方 请你回答我们几个问题 这个现代令的背后 它意味着什么 今天如果我自住要买房子的话 我有可能带不下来 第一个 如果你带得下来 你要等更久 而且第三个 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利息 你才带得到这一笔钱 这三个变数 压着手购族 这些自住的刚性需求的人 什么样的冲击 你从市场端 你看到了什么 他们该怎么办 央行这杯咖啡真的很苦 因为不只银行苦 当然我们的手购族 购物族真的也都很苦 其实这样的风声 我们在七月就有点嗅到了 七月的时候 我就有朋友赶快call out 跟我求救 他就说他跟公股银行 要带新清安 但大家都讲好都知道 新清安就是1.775 因为他要买的是台北市 就是双北的房子 他当然会超过这一千万的额度 他要多带的部分 原本跟公股银行讲好是大概2.185左右 这样子的地板价格 他也觉得可以接受 当真正要送案进贷款的时候 已经跟他说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因为那个 所以就讲了一堆理由 就告诉他说 所以你要多带的部分 要2.3 他想说当然了 我们现在回头去看2.3 就凶啊便宜 可是在当下跟小资族的 这个算盘是不符合的 他就觉得怎么会多了 后来就开始问问看 有没有其他的资源管道 那时候呢 事实上农会啊渔会啊 都还有金额水位可以带 而且他事实上 不受到72之2 这个银行法的限制 也就是说呢 这个水位啊 是他自己来做调控的 他不会受到这个 不动产的水位的限制 所以呢 他就往这个渔会啊 再进一步的来做洽询嘛 但是赤隔到现在 一个月后 8月我们就发现了 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购物族 现在头目的凶 为什么 因为带不下来 但他们都没有说明确不给带 但他说什么时候可以带得到 不知道 就遥遥无期一直等 所以当这个排队的每一天都很煎熬 那当然他们必须要去寻求其他的管道 那我问你啊 你现在在等 我现在听说等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延迟交屋的时间 你该搬钱给建商 给卖方的时候 你搬不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被罚至纳金 是这样吗 那个会很贵 扣多少钱 我们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中股物市场 中股物市场是你签约之后 就代数要帮你去跑后面的流程 那当然是进入这个对保相关的流程 但是如果你东西没有下来的话 你钱其付的签约金 那你是不是这个合约要继续 你如果带不到 你是不是就担心说 那我的定金呢 所以你有可能这前期的这些定金 你要赔给这些屋主 两成那是两成的房价 这个如果违约的话 大概是15%左右 那一千万大概也是要150万 如果你没有办法履行你的合约 但对我们也收到非常多的 这些我们的房仲的电头 他们就说怎么办怎么办 现在两方僵持不下 一个觉得说不是我房子的问题 屋主觉得我们都签约了 你必须要旅行 你如果没有旅行的话 这是违约 你要赔我签约金 那如果说这个买方带不下 他说不是我的问题 本来都好好的 但是因为银行不带 现在我也没办法 那我想要解约 因为他觉得不是他个人因素 但是房仲就夹在中间 他要双方撮合 然后他要帮你去总集 帮你试试看非常多不同的银行 那这是中国屋市场 那很多预售屋即将要交屋的这些 如果他在分户贷款的部分 他没有办法下来 一方面会有第一 你如果没有办法履行 没有办法交屋 那你就有违约金的问题 第二还有包括你的这些 这个违约的利息的费用 所以他是以万分之二来计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直接的成本 所以对于这些手购族来说 他要么认赔 那认赔就是一百两百 这样子的一个费用 要么就是另外我就是 好吧牙一咬 我吞了 你是两%三%四% 我认了 可是当然这样的一个金额数字 会不会有一个极大的压力 举例来说 如果你带的是一千万好了 你如果是两% 你原本的月角是三万六左右 但你如果一旦跳到4% 你会跳到四万二 就活生生的多了一万多 六千块 应该四万七 四万七一万多 多两%的话是四万七 是 那这样子每个月要多缴一万多块 所以你看到这个现代令背后 不是我们讲到这么简单的层次 后面那个是全部都转嫁到了 你要换屋 或者你首购的这些百姓朋友们 旺哲我问你 如果现代令是为了要冷却降温 要打击那些恶意炒作房市的 我们也举双手赞成 问题是这么热的房市 现代令三个字你压得下来吗 现在感觉不是在惩罚这些炒房者 反正这个惩罚什么 手购族 现在感觉很多手购族 感觉变成这波打房的一个 这些现代令炒房的一个对象 反正自己要去扛这个责任 这个就很莫名其妙 因为你看央行其实祭出了连环权 他在六月十号的时候升了这个存准率的一喜一马 那接下来包括说他第六波的房市管制的时候 他也陷进特定区域 这个六都还加上新竹县市 他这些特定区域 他第二屋的房贷 从七成降到六成 而且是五代现行 这个大家就说你这样弄化 真的能够打房成功吗 我看目前看起来 没有啊 房价也没有跌 然后甚至整个 领航或者放款的集中度 不动产的集中度 还是在不动产身上 所以看出来没有成效 那你这样至于住下去的时候 我觉得我刚刚讲的 最后受伤害的是谁 就是我们这些手购族 那房价也不会降 其实房价不会降的东西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油感 外国人油感 之前李多慧 对不对 他自己也曾经说过说 台湾的房价怎么这么贵 那现在不止李多慧发现的 很多网红也发现了 这个是来自乌克兰的奥利尔 他在台湾居住了四年 他最近发现 哇 台湾的房子又小又贵 跟我在乌克兰住的不一样 乌克兰住的这么大一间 而且这么便宜 那为什么台湾的房子又小又贵呢 他说他真的不会想买房子在这里 因为投资下去不划算 那我问你 所以现在怎么样 买房子必须看职业吗 除非你是文机起舞的那种科技新贵 你才有办法 来 投机馆下去 时间到了 我就欢喜贺成交吗 是啊 俊阳哥 我跟你讲 现在科技新贵都快买不起了 你知道吗 这个是台积电的员工 台积电的员工 看起来应该年薪百万 应该是基本的标准 可是你看 现在年薪百万 都不见得买得起房子 网友他是台积电员工 他在网络上发文 我年薪有一百万 可是为什么 竹北的房子我都买不起 想说竹北的房子有这么贵吗 真的 现在竹北的房子真的很贵 可能比台北市的某些地区还要贵 那现在网友就嘲讽他说 没有 因为竹北的房子 你必须要年薪千万 百万不够 你要年薪千万你才买得起 等于是你的竹馆才买得起 那你竹馆买得起 在租给你的概念 这网络上当然有很多人来笑话 但问题是 现在就面临到个现实 新竹的房价确实是高 连科技新贵 你像都买不起 甚至有些夫妻 两夫妻加起来 年薪两百多万 他也买不起 他存了16年到现在 也还是买不起 你就知道 现在不止大台北地区 甚至桃园地区 新竹地区 现在整个房地产 你看这么热络的情况之下 很多科技新贵买不起 个别说一般的事情小明 很多人每天在新竹工作 如果连科技新贵都买不起的话 这些网友买得起 再来就说 好 那我新竹市买不起 我买到苗栗头粪去可以 靠近新竹市去 我可能到竹科上班 半个小时一下到了 各位观众抱歉 现在头粪的四房 不是两千万 是三千万 头粪 三千万 对 四房 一般的房子已经到三千万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网友说 他跟他侄子聊天 他侄子原本功课很好 他要读竹科时钟 竹科时钟 其实不输给建宗北域女 那个level是非常高的 那他现在这边的房价 他原本要读医学系 这边房价已经涨到三千万 他因为房价涨得这么高 他干脆更改科系 更改什么系 资工系 我干脆搬到美国去好了 我去找干爹黄仁勋 我去投降他的公司 我学资工 那出国不要再回来 不想再读医学系 你就看到现在连房价都影响到 这些学子的 这些田科系的标准 你就知道房价有多么夸张 所以旭兰 这个是市场端 您也在市场端的观察 所以现在房市是哈到家 现代令一盆水下去 可以让他降温吗 银行收散 其实让很多人都是 非常非常的担心 一方面银行觉得苦花哈的 为什么 他苦什么 他这么多人要贷款 他如果撒网下去 他其实有很多客户的 但他现在不能做 所谓的期限 或者是到底标准在哪里 其实没有讲得很清楚 因为这感觉是供体时间 央行一杯咖啡 就让大家一起要来做这件事 但是到什么时候 大家没有一个标准 那当然了 我觉得那最苦的还是手购族 那些手购族 好不容易被新清安调出来 决定我要买房了 但是现在看得到吃不到 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买得到 可能还会被罚钱 所以对于这些手购族来说 真的很辛苦 那当然也包括 从业的相关人员 那接下来要看到的是 哪一些人没有被打到 就是有钱的人 他只要手边有现金 所以换句话说 第一包括手边现金 很多的大建商 他不怕 第二 现在如果是买预售屋 三年之后才要付贷款的 也不怕 所以意思是说呢 这整理的交易量 会不会因为这一次而有修正 大家都跑去买预售屋了 所以会修正吗 我是打个问号 因为当你的预售屋还挤在那里 买器跟价格都挤在那里的时候 你要期待大家房价下修 恐怕不太容易 房市过热 原来江湖的传闻都是真的 现代令 央行出手了 找来34家银行喝咖啡 要求从严核贷 我们大家说一句话 说电键是饭键 宇轩来告诉我们 现代令会不会还没有房市降温 先把手购组给整产了 居然跟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候口译哥也还在我们节目上的时候 我就曾经就这个新清安 其中它的投机性进行争辩 我就说这个产品非常有问题 非常危险 结果如今这个泡泡 感觉是快要吹破了 为什么各位警讯一 你先看到 现在是谁出手 财政部出手 说什么 说八大关股呢 这个行库啊 还有民意的银行呢 我希望能够了解你的乘坐状况 不过虽然呢 最后它否认 但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什么 现代令可能现在就要出现了 最严重的问题在这边嘛 因为现在不管是各大银行 华南易 银张银等等的 第一个 它的新清安贷款层数 已经饱和了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银行它的钱不是无限的 你不是说印钞机 在地地把你印出来 不是 它是有一定的上限跟水位的 现在这个水位用到满了 再来连民间的银行 比如说玉山 永丰 安泰 台新 上海等等 台中营 也是用到都全部进房了 你看看拨款的状况 排队正常收件 更多是暂停 暂停 暂停 如果你要带可以 我们还有钱 可是调升利率 所以这个对于来申办的 首扣组来讲是相当不利的 居然跟现在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个 你已经申请贷款下来 结果他跟你讲说 すみません パイセイ 我可能要两个月之后 钱才可以给你 因为我们现在水位饱和了 所以贷款成功了 但钱下不来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我买房买到一半 买房买到一半的时候 你会干嘛 跟厂商做对保嘛 就对保到一半的时候 竟然有厂商打电话说 不好意思 没办法了 贷款下不来 你房子没法买 所以现在出现很多问题嘛 你贷不到样样的冲击 对于房贷户来讲 那个冲击有多大 现在已经有点变得多头马车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刚才讲 财政部否认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金管会 他的态度很奇怪 他态度说没有啊 我们是金融管理机关 但我没有要你现代令啊 我甚至要干嘛 他说我要去查 是否有所谓的现代令 如果你银行做现代令的话 我会有意见哦 再来呢 最近的我们讲审核条件 是不是越来越高 甚至是你把基础利率 我们讲的也往上高 还有到现在的总量管制 以及房贷到底现在 还有多少水位 可以持续去放贷 还有是不是有首购族 跟资金需求者借不到款 各位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财政部跟金管会 他们的老大是谁 是赖金德嘛 所以对他们来讲 新清安这个政策 一定要睡醒 而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但对于央行来讲 他管理的是什么 他管理的是资金水面的问题 所以反而是央行 这个时候 跑来去约谈各家业者说 你房贷应该要更严格啊 你要再保守一点啊 对不对 甚至我们要控制总量啊 不能这样子捕来捕去啊 最后出现问题啊 你这样不是多头马车 你要他怎么办啊 对 他就说状况一 我跟你签约了嘛 那我们也对保了嘛 就对保到一半呢 对不对 我是不是头期款给你 付给你了嘛 我现在唯一期待就是说 剩下来的贷款能够下来 我这个房子就解决了嘛 砍救了嘛 对 结果跟你讲说不好意思 你没有贷款 好 那请问一下他头期款怎么办 他得违约啊 那我跟你讲 我的签约金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付出钱来啊 因为我已经跟你买了嘛 对 我买了之后 我其中一个 比如说六成七成八成 我是说我要用贷款来付嘛 对 那我现在不就挂了吗 那再来各位 有一个问题好了 比如说现在他把贷款 原本是八成 对 八成贷款 他现在跟你限缩到六成 那请问一下 你资金要去哪里伸出来 根本伸不出来嘛 所以你看有人说 申请房贷两个月之后 没下文 而且不只是这样哦 不拨款之后 你要缴资纳金 你甚至还有可能解约 最后会发生什么状况 我付了两百万 我付了三百万 结果最后我房子拿不到 我的钱还得赔掉 人财两失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财政部跟金管会 这么紧张 但是央行管不管这些 央行不管 他只管整体的货币政策 跟经济这状况 所以变成是 消费者是最倒霉的那一个 所以来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看这张表格 当然有很多是暂停收件 但这地方有相当多是 调升利率 你要贷可以 我有钱 可是利率要从2.1% 2% 3% 一直调到3%以上 那回过头的压力 就变成我贷款户了哦 我扛不扛的 请每一个月 多出来的房贷啊 因为各位 你要先理解概念 我们讲哦 事实上贷款 它有所谓的 比如说固定利率 那固定利率呢 比如说如果是0.5的话 它还有另外一个浮动利率 比如说1.685 那加起来呢 刚好是我们讲的2.185嘛 2.185就是我们讲 现在的楼地板价 它是这种状况 但是你不要误会了 这只是楼地板 今天银行 它可以决定说 我今天所谓的放贷 我的起跳率是多少 我就是要卖你2.6 它是一种产品嘛 我的产品就是要卖你2.6 你能怎样 我要卖你2.8 所以比如说 像有些人信用卡 记录不好 或者信用记录不良的人 他甚至可以开到多少 他说今天可以开到4%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4%的话多可怕 我们就试算 用统一价格 先我们分两块来谈 第一个 贷款八成 如果变六成的话 你要多付多少钱 我们刚才已经算过 一千万房 要多付两百万 但是如果今天场景 换成是另外一个 也就是贷款层数没有变 而你利率单单上调的话 你每个月光这个1.5% 我们讲利息就好了 就要多缴六千多块 你想想看 这一码就造成 一千万就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那如果是两千万的房 你等于是每个月 躺着就要多缴一万三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都会变成无形的压力 那你想想看 有些人可能心情安 就是我算得紧绷 我五年宽限期 但这时候 如果你的利率 甚至是未来 会再往上调 往上修的话 可能就会成为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到问题的源头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代令 因为房价很热 因为房价一直飙上去 飙到一个什么程度 现在听说有一个风潮 就是我就想说 你买不起 我就干那个 低总价 高单价的房子 越盖越小 越盖越小 你带我们来看看 市场的状况 台北是五月的房市 交易量多少 房价交易量双涨 叫去年四月增加了三成 甚至总交易额度 各位 这个吓死人 增加了五成 广资变1.5倍 而且你看 南港区更可怕 就特定区域里面 等于说 因为有些地方 台北市没有都根 没有新产品 南港新产品特别多 增加了120% 是全台北市最多的 好 原汁 你怎么来看 这个现代令 这样描述下来 它对于房市 是一个系统性的骨牌效应 现在就是很两难 因为新清安有五年 是只要付利息 是不用付本金 那他们只要一算 说我去买房子 只要我这五年付的利息钱 最后卖掉 有赚回来的话 那我就去买啦 所以本来不炒房的人 很多都进来炒了 可是问题是 你这个现代令 要去修理 要去打压那些炒房者 我们赞成 双手赞成 可是你同时杀到了 为数更多的首购组 那首购组 现在最惨的是什么 最惨的时候 譬如说两年前 那些他们买预售屋的 现在刚好就准备 要开始付那个本金的 付那个钱的时候 现在忽然间带不到 那他们怎么办 断头杀出吗 那问题是 他们是真的有住房需求 他不是炒房组 结果你推了一个政策 你让真正要买房子的人 没有办法买 我觉得这个是政府一个 很严重的状况 第二个就是 有很多长辈 他们就是用那个 以房养老的那个房市方案 房子抵押给银行 每个月就是跟银行借钱 然后付房贷利息 那这些人他们的负担 也变重了 所以造成他们的很多养老金 都被利息吃掉了 那原始我问你 就是说大家都在说 都是你新清安 吹捧了房价 推高了房价 你在板桥 板桥被形容是 新北的曼哈顿 这个地方那个预售屋 标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跟 居然跟我听讲 在我们新板特区 一个新的建案 它现在一瓶已经卖到 120、130了 板桥120、130了 然后离两个捷运站 有一个江子追重化区 那边房价说 一瓶已经飙到80万 我那天在跟 桃园的朋友讲说 我说我们现在 那个板桥的房价 已经飙不得了 他说他桃园 现在一瓶飙到80万 之前他买的时候 一瓶十几万 现在一瓶八十几万 而且现在因为 新清安的关系 因为新清安可以带 好像是一千万 现在北部地区 你已经找不到 一千万以下物件了 一千万就变地板了 地板了 因为他知道说 你最多可以带一千万 他直接一千万起跳 所以这个房价 真的是已经高到 一个蛮夸张的地步 所以现在央行 跟财政部 你们不要各做各的 一个调 你应该是召开 一个房市会议 把刚刚讲的问题 看看怎么样 一次解决 不要再个行歧视 我觉得 现在政府的做法 还是有点个行歧视 大家各做各的 可是实际上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不能小觑啊 五七暴新闻的 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 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 还有优秀的 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八 真 像 我